大马路上车来车往 内侧车道却出现一只白色小鸭 东晃晃西晃晃 有民众担心她被车撞想帮忙抓 但小鸭迅速派驰飞走 最后小鸭被好心人带回家 PO上网咬鸭子的主人赶快来接她 警方联系食货人立刻把小鸭带回派出所 因为几个小时前四组召集报案 心爱的宠物不见了 原来这只白色小鸭是现在热卖的科尔鸭 报案人去年底才开始饲养 日前帮她洗澡时 小鸭一个转身上演脱桃剂 小鸭逛大街发生在上个月20号 四组报案后两小时幸运找回鸭子 自从去年大陆千亿富少王思聪 饲养科尔鸭后掀起养鸭热潮 有繁殖厂专门饲养科尔鸭 其中白色比有花色的更受欢迎 有鸭约6000元 承鸭则要1万块 被封为鸭界的奢侈品 稀有的原因就是因为说他就是比较迷你 对 科尔鸭都喜欢比较迷你 然后他比较乖也比较听话 不会像一般的鸭子这么的有野性 公不应求 他产弹的数量比较少 没有像一般鸭子说一年四季都在生 科尔鸭个性温顺意外年人 也难怪走失让四组如此着急 这回在远景热心帮忙下失而复得 让鸭子和主人成功团圆